首先来看今日发生的热门事件 世界上最令人恐惧的毒贩落网 过渡总理被软禁 苏丹孔经历政变 LifeLab暂停罢工 达成临时协议 BC省气候异常导致多地停电 火箭少女孟美琪被曝当小三 欢迎来到SG新闻空间站 今天是10月25日星期一 我是Ashley 热点资讯一站锁定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并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们的精彩节目 首先为您播报头条新闻 世界上最令人恐惧的毒贩落网 当地时间10月23日 哥伦比亚官方宣布 武装部队已经抓获了 该国头号通缉毒销 绰号奥托涅尔的乌苏加 作为哥伦比亚头号贩毒组织头目 乌苏加不仅是哥伦比亚的心腹之患 同时也是美国政府多年以来 重金悬赏的目标之一 从多年前对其副手的抓捕到现在 国际社会试图逮捕乌苏加的脚步 从未停歇 据了解 乌苏加今年50岁 曾是左翼游击武装队员 随后改变立场 加入了一个右翼准军事组织 最后成为哥伦比亚 毒品犯罪集团海湾帮的头目 英国卫报指出 该团伙有超过1200名武装人员 并在哥伦比亚32个省内的10个省 占据着领先地位 这使得该组织控制 哥伦比亚全国最大的毒品网络 并形成了一个准军事化的武装力量 在早前 哥伦比亚政府的武装围剿中 海湾帮曾多次重创政府军 以及警察部队 有消息指出 本次的成功抓捕 一定与美国的情报和执法协助 有密切关联 接下来是国际新闻 过渡总理被软禁 苏丹恐经历政变 当地时间10月25日 有苏丹当地媒体报道 苏丹过渡政府总理已经被软禁 随后 苏丹原主权委员会主席 发表电视讲话 宣布苏丹即刻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并声称 总理哈姆多克与其妻子 被苏丹武装部队软禁 并被带至一处未知的地点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军方已经关闭了通往苏丹首都喀吐木的桥梁和道路 首都各地区的互联网和通信 均被强行关闭 另据苏丹信息部的消息 武装部队已经控制了国家广播电视台总部大楼 并随时准备控制全国的广播信息 截至发稿前 武装部队发言人承诺将继续进行民主过渡 直到权力完全移交给未来政府 但也将暂停宪法修订工作 并解散主权委员会和部长级会议 由于政变的突如其来 大批苏丹民众便立即采取和平示威 并期望西方国家的支援 不幸的是 美国驻非洲之脚特使Jeffrey 已被证实离开苏丹首都 并未发布任何后续消息 下面为您播报家国新闻 LifeLabs暂停罢工达成临时协议 据Peacearch News消息 代表BC省全省范围内94个LifeLabs医疗实验室的 BC雇员总工会表示 截至周日 劳资双方已经达成临时合约协议 LifeLabs在官网发布消息称 LifeLabs很高兴地宣布 经过成功的谈判 已与BCGEU达成了一项为期三年的暂定协议 并在声明中称 对劳资双方的谈判结果感到满意 并期待继续与BCGEU合作 更多细节将随后公布 BCGEU的主席 Stephanie Smith表示 在今年7月98%的工会成员 艰难地做出了在本周末罢工的决定 成员们的团结表现出和雇主LifeLabs 争取权益的意愿 并愿意为获得他们应得的权益而奋斗 这种团结也使谈判委员会 能够在谈判桌上取得积极的进展 BC省气候异常导致多地停电 近日BC省多地发布了强风及极端气候警报 上周气象局也宣布 BC省可能会迎来历史性的暴风雨及低温 要民众准备好应对措施 以避免突发情况 24日下午 BC Hydro收到了超过16000户汇报家中停电 受灾范围横跨整个BC省 虽然BC Hydro马上派团队 前往受影响区域的基地台查看 并在数小时内就恢复了电力 不过目前仍没有查出 导致全省多地停电的主要原因 初步估计是因为强风将树木吹倒 或是有树枝等异物勾住电线影响供电 气象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 昨天下午温哥华地区的风速 一度达到了每小时70公里 海边更是有高达每小时90公里的强风 专家警告这个风速是可以把树木 或是招牌等悬挂物吹断的强度 呼吁家中有树木或是在阳台上有放置物品的民众 最好确定是否有做好防护措施以避免造成悲剧 最后为您播报娱乐新闻 火箭少女孟美琪被曝当小三 北京时间10月25日凌晨 一个自称是音乐人陈令涛前任的女子 在微博发文表示 女星孟美琪曾经介入她和陈令涛之间 并导致她们将近四年的感情破裂 据这名女子透露 第一次发现两人之间的关系是今年7月 陈令涛多次谎称自己出差 实则是陪伴孟美琪出游或跑行程 昨天这条爆料在热搜榜上一度居高不下 不少网友也放出了和爆料时间线相关的锤 和从身边圈内人士听来的小道消息 陈令涛和孟美琪两人因工作相识 陈令涛是创造系列节目的音乐总监 曾为孟美琪所属团体 火箭少女制作了不少歌曲 孟美琪单飞后 两人更是有多次单独合作的机会 25日下午 陈令涛发文承认自己出轨孟美琪 并扬言要放弃生命 而孟美琪方则没有做出任何表示 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这里是SG新闻空间站 我们明天见